河南男子赵作海因杀人被判死刑,服刑11年之后,死者奇迹般的死而复生,回到家中,法院调查之后,改判赵作海无罪释放,并赔偿65万元,然而在5年后,这笔赔偿金被骗一空,早已被害的人为何死而复生,当年发生了什么,赵作海又为何被骗,精密事件奇闻一事,挖掘隐藏在平凡生活下的震撼案件。 欢迎订阅雷人档案馆,1999年,在河南商丘浙城县兆楼村,警方接到一通报案电话,报案人称,在自家地里,发现了一具无头尸,警方立刻赶往现场。 对这具尸体进行勘察,由于尸体早已腐烂,已经没有头部和小腿,再加上当时的技术不完善,无法对死者身份进行确认,警方立刻立案侦查,报案人描述,当天下午,他们在这处地施工,想要再次挖出一口井,就在进行过程中,发现下面有一具无头尸,吓得众人纷纷后退,警方在村中进行调查走访, 询问案件相关细节,可在调查过程中,好几个村民都提到,这具尸体会不会是赵振赏,警方不由疑惑,赵振赏是谁,为何会提到他,调查组来到村民赵振赏家中。 他的侄子赵作亮也认为,那具尸体是自己的叔叔,原来是在1997年10月份,赵作亮的叔叔就不见了踪影,起初家里人也不以为然,可长达四个月,赵振赏都没有任何的消息,赵振赏的家人有些着急, 不管从任何途径,问其他人都找不到这个人,好像人间蒸发的一样,在1998年,赵作亮前往警局报案,怀疑是赵作海为了报复叔叔,将其杀害了,这又是怎么一回事,赵振赏和赵作亮两人从小就在一起玩,长大后就在一起干活,二人亲如兄弟。 常常会一同出现,他们二人在工作的过程中,认识了村子里的一个寡妇,一来二往的,三人走得很近,两人同时对寡妇产生了情感,但寡妇对赵作海有一番心思,这让赵振赏十分挫败,和赵作海产生了间隙,由此一起承包了一项工作,可因为工资分配问题,二人产生了很大的争吵, 就很少见他们两人一同出现,在某天夜里,村里人听到赵作海家中传出争吵,后就听到赵作海撕心裂肺的吼叫,邻居进入家中,就看到赵作海跪在地上,手捂着头部,满是鲜血。 原来是赵振赏突然拿着刀,闯入赵作海家中,向着赵作海的头上,就是一刀,砍完之后,赵振赏见状不对,就连忙逃之夭夭,在此之后,赵振赏的家人就再也没有见过赵振赏, 就怀疑是不是赵作海为了报复叔叔,将叔叔谋害藏起来了,警方经过调查,找不到相关证据,无法对赵作海立案,警方只好将赵振赏列入失踪人口,河南一男子因杀人被判死刑,缓期执行,在狱中11年后得知,死者已经回到家中,法院改判无罪并赔偿65万元,几年后,男人的赔款全部被骗,这是怎么一回事,为什么被害人会死而复生,男人又为何被骗, 现如今,村里突然出现一具尸体,赵作亮怀疑这是叔叔赵振赏,由于当时技术不到位,并且赵振赏没有直系亲属的存在,所以无法进行比对,警方调查周围失踪人口进行比对, 也只有赵振赏符合相关条件,于是警方当天夜里将赵作海列为嫌疑人,带回警局归案,赵作海被抓之后,因为证据链不足,两年时间都只是关押,并没有立刻判决,可2002年8月份,公安机关对超期积压案件进行侦查时, 发现赵作海这一案件仍未处理,经过专题研究,认为赵作海这一案件具备起诉条件,同时赵作海也对自己的犯罪供认不讳,于是法院判决赵作海死刑,缓期执行,赵作海入狱, 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村子里也被人指点,因为长期被人议论,妻子无法承受,带着孩子远走他乡,曾经平淡幸福的家庭就此破碎, 2010年4月30日的下午,这呈现赵楼村的村支书李忠厚正在村里查看工作,突然听到背后有人给他打招呼,回头一看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, 仔细一大量,差点没把李忠厚吓死,李忠厚看到了谁,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应,和李忠厚打招呼的男人是赵振赵,可他不是已经去世了吗, 怎么突然出现了,李忠厚以为自己看花了眼,可仔细一看,没错啊,就是赵振赵,很快这个消息就在村子里传了出来, 大家纷纷前来确认,眼前这个男人就是被认定已经死亡的赵振赵,很快大家就想起另外一个人赵作海, 既然赵振赵没死,那赵作海又为何进监狱了,赵振赵解释说,他从家里跑出去之后,先后去了很多地方, 因为家里也没人,回来也没用,就干脆在100公里的范围内流浪,靠剪破烂围生, 也没听说过,赵作海因为自己入狱,现如今赵振赵因为自己身边没有亲人, 而自己又患了脑血栓,没有钱治疗,为了申请医保,不得已回到村里,警方听说赵振赵死而复生后, 连忙找到他,并且确认了他的身份,而赵作海故意杀人的罪名也就无法坐实, 在2010年5月,法院再次审理赵作海一案,5月9日,河南省高级法院宣告赵作海杀人案为冤假错案, 当即宣布赵作海无罪释放,并赔偿其65万元。 河南男人坐牢11年,却发现被误判,被害人完好无损出现,这是怎么一回事, 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隐情,迈出监狱的那一刻,赵作海十分的平静, 早年前妻子带着孩子已经离开,现如今他出于无人来迎接,12年前他正值壮年, 现如今他早已年老色衰,5月11日上午,赵作海来到自己曾经的家, 一切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,院子里长满杂草,赵作海未曾犯法,又为何要认罪呢? 面对记者的提问,赵作海说,当时在派出所,没有人听他的辩解,审讯的人拿着一个小木棒, 就在一旁敲他的头,在一个月的审讯中,赵作海先后几次被迫承认有罪, 在2010年6月26日,针对当初对赵作海审讯的6名警员,法院对其作出判决, 刑期最长的有两年,就这样一件冤假错案,至此结束, 但是没想到,仅仅过了5年,赵作海当初拿到的,法院赔偿金65万元,就被骗光了。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,赵作海回到家中之后,十分地想念孩子,就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, 后来有两个儿子回到了他的身边,他对孩子充满的亏欠,所以就努力对他们进行补偿。 后来遇到了一个女人李素兰,二人再婚,决定搭伙过日子, 当时村里的人都觉得,李素兰肯定是为了赵作海的赔偿金,才愿意和他在一起的, 赵作海在冤假错案之后,他的知名度也大幅度地提高, 只要到一个地方,他就被媒体盯着,赵作海渐渐地成为了一个司法公正形象, 因为大家都觉得,只要赵作海出现,司法的公信力就会提高, 可就是这样高频率采访,让他的身体承受不住,毕竟他已经快60岁了, 他向往的是,找一个稳定踏实的工作,过平凡的生活。 两个儿子都面临着结婚成家,他的账户只出不尽, 这让赵作海也坐不住了,虽然有些赔偿金, 但是这也经不住一家几口的花销,就在这时, 妻子的朋友找上门来,说自己有一个项目需要找投资, 拉拢着赵作海入股投资,没想到却误入了传销组织, 所有的钱都赔了进去,在赵作海被骗之后, 周围的人将这个错都怪罪在李素兰身上, 但李素兰仍然觉得自己没问题,可事实表明, 他的投资梦就此落空,到五年时间, 赵作海就将自己的钱赔光了, 自己的大儿子还将卡上仅剩的钱取走。 人也远走高飞,原本以为出狱之后, 日子总会变得越来越好,现在却过得一团糟, 2014年,在法院帮助之下, 赵作海在附近找了一个还卫工的工作, 一个月1200块,虽然日子很苦, 但他觉得如今这个结果是最好的。 曾经以为能够发财,找一些投机取巧的办法, 如今脚踏实地,有多大能力吃多少饭, 赵作海的故事到此结束, 我们也应从中懂得脚踏实地才是最好的办法, 切不要做一夜暴富的美梦, 赵作海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, 在成为还卫工的日子里, 他每天迎着朝阳, 踏实的工作逐渐找回了生活的信心, 尽管生活仍然倾苦, 但他内心却充满了安宁, 在赵作海的心里, 那段被骗的经历让他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, 他不再追求虚无缥缈的财富, 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陪伴家人。 教育孩子上, 他和李素兰共同努力, 希望两个儿子能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, 五年后, 赵作海的大儿子赵勇在远方打拼有城, 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家乡, 他为自己当年的冲动道歉, 并将一部分积蓄交给了父亲, 希望能弥补过去的错误, 而小儿子赵强也在家乡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, 过上了平凡而幸福的生活, 赵作海终于苦尽甘来, 他和李素兰相濡以沫, 日子虽然过得清贫, 但家庭和睦让他倍感欣慰, 在他们的努力下, 原本破败的家园重新焕发了生机。 2019年, 赵作海所在的城市举行了一场寻找最美环卫工的活动, 赵作海因为工作认真, 乐于助人, 被评选为最美环卫工, 站在领奖台上, 赵作海感慨万分, 人生就像一场梦, 有过泪水, 也有过欢笑, 感谢生活, 让我懂得了脚踏实地的意义。 赵作海的故事在村子里传为佳话,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, 生活总会给予我们磨难, 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, 总会迎来希望的曙光, 在这个世界上, 没有什么比脚踏实地, 诚实守信更为重要。 赵作海渐渐老去, 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村子里, 他成为了村子里的一座灯塔, 照亮了后来者的人生道路, 而那些曾经曲折的经历, 也成为了他口中一个个生动的故事,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往直前, 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, 赵作海的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, 他的一生既有波折, 也有幸福, 但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经历, 塑造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, 愿赵作海的故事能够永远流传, 让更多的人从中汲取力量, 勇往直前,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大家有什么看法, 可以留在评论区,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, 可以点击订阅,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 我们下期见。